字幕 我 看见 向生命说yes 夜晚的街头 镜头跟拍中年男子明辉 他穿着保全人员的制服 背着背包走在人群里 捷运上 明辉看书 旁白是明辉的记事访问 人寿保险推销员 房屋仲介员 证券营业员的执照 然后保全都是失败收藏 镜头跟着明辉走进住宅区 我们生种比病 现在大部分都会害怕 夜色里 明辉穿着建国花式保全的制服 一个人低头走着 明辉家 镜头特写桌上散乱的药袋 和柜子里的心灵书籍 喂 大姐 明辉接听电话 好 谢谢 谢谢你提醒我吃药 天气能要多加件衣服 镜头呈现明辉家里简单的陈设 字幕 王明辉50岁 最高同时接三份工作 定期捐款助人 我妈是最疼我 从小她就最疼我 明辉看着镜头接受访问 什么事情只要我说我不想做 她就不会让我做 画面穿插她在面殿工作 我生病是大概30岁的时候 因为病情的关系 讲话都很不客气 有时候会刺杀到我妈妈 后来我就拿了一把菜刀 冲到她面前说 妈 你这么恨我 那你干脆把我给杀了 我就把刀递给她 面殿里坐满了人 壮壮的明辉留着小瓶头戴着眼镜 端面给客人 然后她就把我送进医院里面去治疗 面殿外面 她第一天就是收了两个碗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老板娘我不做了 我觉得我不适合 然后她就走了 好像在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吧 她主动跟我联络 就说老板娘我还是想试试看 你愿不愿意给我机会 大概在八九年前吧 我因为有一个病友 他成功地出去就业 让我很大的鼓舞 我还是不想让别人来养我 自己养活自己 独立自主地工作 假日花式 明辉穿着保全制服帮忙 那边要进去一点 他拎着水汗板邓寻市 一天要寻八次 要走十六公里的路 回去都很累了 花式里 他问候一位做资源回收的妇人 师姐辛苦了 事先我一进来 没过多久 我就告诉我要生这个病 她说她不介意 所以她生病的思念都知道 花店老板回答导演 因为在这个社会对不对 尤其你在这里上班 我会自己养 我会希望说 明辉回应老板 让别人也知道 我们可以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他在家接受访问 我有一次做选举举牌的工作 就把我摔断了手 后来我妈刚好来看我 她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叫你不要出来工作 你丢她出来工作 她根本不希望我出来工作 她是希望我一直在日间留院里面 快快乐乐活一生就好 画面穿插明辉穿着面店T恤 经过一个人宽的窄巷子 她自己的状况她很清楚 她如果情绪就是不稳的时候 她会跟我讲 老板娘我先去吃个药 那因为我们这个长期有一个默契之后 所以有一个信任感 她们才可以这样子一直在这里工作 公车上明辉望着窗外 画面回到明辉家 我很喜欢现在的我 她带着笑意面对镜头 我觉得我现在我能够自己自主 也是给我一个成就感在 白天的台北街头 明辉穿过马路向前走 字幕与精神疾病共处二十年 自主改变的勇气不需隐藏 画面案 黑底白字的字幕 障碍不是特定人的标签 而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生命历程 字幕转换 尊重差异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特 支持 因为我们每个人并无不同 接纳 因为平等爱 无爱 拥抱障碍 向每一个生命说Yes 片尾字幕 出版单位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联盟 接着是片尾工作人员名单 包括发行人 编辑顾问 编辑委员及制作团队 主要拍摄对象 特别感谢的个人及单位 补助单位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 公益彩券回馈金 最后是身心障碍联盟的网址 还邮政话不正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